說到薪水的話題 真的好多人想問 這是時空凍結嗎 怎麼我們的薪水 彷彿原地踏步呢 因為勞動部認證 說月領31K就是第一薪足 但是好多民眾說 回憶過去20多年前 剛出社會的時候 他第一份工作的薪水 早就超過31K了 怎麼過了20年過去 還有120萬人沒有領到呢 再來你去看看物價 一碗肉肉飯也從原本20塊 漲到現在大概六七十塊 吃牛肉麵也漲了2.5倍 再來房價就更不用說了 年年都在漲 但是我們的薪水呢 這要百姓怎麼火啊 弄魚湯頭搭配肉塊麵條 想來上一碗嗎 就從平民小吃來看 台灣物價變化 香噴噴的牛肉麵 在20年前一碗80塊 現在來到了200塊 等於漲了2.5倍 但薪資呢 請聚店門市人員過去薪資 三萬七 現在也差不多 有圖有真相來到圖書館 翻開民國99年元旦的報紙 當時刊登徵求送貨員 不要求薪金利開出的薪資 好熟悉 也是三萬七千塊 但是比起現在的低薪足 31K明顯高出許多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再找一下2004年報紙燈的售物廣告 北山河路兩房總價528萬 換算一瓶40萬 對照現在的120萬起跳 整整差三倍 買房子沒有好的時機 只有早點買 因為會越漲越貴 所以更大的重點 除了就是薪資的部分 怎麼去因應實際上的開銷 去做調整 因為就算我調整的薪資 那個老闆的成本也增加啊 那我買東西也會變貴啊 你要更好的生活品質 你一個月三四萬 其實是沒辦法結婚生小孩 然後有好一點的生活品質的 其實對比各國國內物價CPI 還不是最誇張 尤其政府多次強調通膨情況 還算可控範圍下 但當前基本薪資還在29K 在物價回不去的趨勢下 如何讓薪資跟上 應該才是最重要課題 東森財經新外貌照片留言 在太后道